大拇指这个凤眼门 还是有形成这个凤眼门的趋势 只是有一些开口 需要养一养 如果养成的话 在姻缘当中会更加的稳定幸福 大家这里是天安玄机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手型 长长指长 是典型的水行手 水行手的也是典型的女人手 水行手的人 一般个性温和 喜欢安静的舒适的环境 不太喜欢户外活动 同时水行手的人 富有艺术特质 并且对艺术是充满浓厚的兴趣 精神世界比较丰富 我们可以看到 从长色来看 还是长色盈润 气血通透 是气韵也能够通 所以整个手型和长色来看 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来看手指的形态 手指来看 食指尤其的长 食指长的人跟兄弟姊妹缘分深厚 而且甚至婚后 会有一些姑娘家人 跟原生家庭的兄弟姊妹 互帮互助 我们可以看到 四指也是严丝合缝 能守财之进退 整个小指的形态来看 还是稍短了一些 位置也偏低 所以说跟子女缘分稍浅一些 容易影响到晚年运势 我们在文陆当中 也会讲到这一点 长秋来看 我们注意到 食指根部的木星秋 非常的饱满高龙 此处饱满高龙的人 代表事业心非常强 而且此处也是 传统首相当中的正财位 是训工所在 也代表了 正财本职工作 稳定少起伏 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出成就比较早 钱财很早就能够聚起来 不过在钱财方面 有一些稍显吝啬 30岁之前就能够存下钱 我们从金星秋 也可以看得到这一点 金星秋范围偏窄的人 在金钱方面 钱财方面 会显得有一些计较得失 会稍显吝啬 刚才讲的四肢严丝合缝 也是能守财之人 所以说在金钱方面 还是能够守得住财 我们看掌侧另外一面 这边的掌球会稍弱了一些 尤其是掌面边缘比较偏薄的人 也是刚才讲到的 处事气量稍显狭窄 容易打不开局面 人缘稍差一点 不够慷慨大方 格局稍弱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月秋和第二火星秋 都比较偏薄 那么第二火星秋 是饱满的人 非常的正义 而且道德感很强 容易乐于助人 或者拔刀相助等等 像这个女主 这个比较边缘 比较薄的人 这方面就偏弱一些 比较注重自身的利益 所以说这是整体的一个掌球 掌球的格局还是稍弱了一些 不过本职工作还是不错 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们来看这个纹路 纹路来看 我们注意到 在生命线初期 从流年看 基本上在13到16岁左右 有一个大的导温 这个导温 是代表这个阶段 容易有生病住院的经历 身体素质不强 并且也可以看到 这个事情 会影响到自身的学业 这是一点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上升线有两条 这个上升线很长 而且这个上升线 是代表了天资聪颖 学业家 人很聪明 甚至会有一些偏长 而过犹不及 有一些略显精明 我们可以看到 脑线呢 也呈现相同的态势 脑线过长横跨整个掌面 所以说凡事过犹不及 过于聪明 就凡被聪明误 略显精明 格局稍小了一些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横温也穿过了这个导温 说明这个阶段 确实是有一些阻碍 我们看到这个 身部线脑线分离处呢 也见一个导温 这也是自身脱离 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这个适应能力稍弱一些 会经历一些 出入社会和职场 会经历一些坎坷和动荡 不过呢 之后从流年看 基本上是25岁到27岁左右呢 慢慢的恢复 脑线慢慢的恢复 但是同时也伴随着 一些小的这种导温 这种小的导温 对主线的干扰呢 不是很大 只是一些小病小灾 这个小的疾病的困扰 这个是注意调整就可以 要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 在身部线内侧呢 同期呢 有一条亲密关系线 25岁左右呢 容易有姻缘的到来 姻缘桃花的到来 但亲密关系还是 见一些横温的干扰 所以说还是见一些除外 这个姻缘 这个早年呢 有一些反情商的经历 那么从身部线内侧来看 基本上后期呢 又有一条 这个30岁左右呢 有一条亲密关系呢 这条亲密关系呢 更加的贴近呢 生命线 所以说这个是代表 正元的到来啊 所以这正元呢 基本上是要到这个 30岁左右 同时这个阶段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 有一些小的横温的干扰 包括一些锁链的纹 锁链纹的干扰 我们注意到 这个是代表一些小的阻碍啊 但是没有伤及到 生命线本体 所以这个问题不大 能够自己克服 包括本身呢 他这个虎口火星球也不弱啊 面对一些困难和阻碍的时候呢 是这个不会退缩啊 勇于去面对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品质和特点 我们注意到 在这个生命线 这个尾端呢 啊 有一条这个事业线啊 并且呢 月秋呢 又有一条事业线啊 这两条双事业线 并行而走啊 在这个事业方面 是能够有多方面发展的机会 刚才讲到的 食指根部的训工 正才会比较饱满的人 一般的 正才本职工作是 比较不错的啊 加上刚才讲到的 双事业线加持 所以说 在事业方面 还是能够啊 牢牢的掌控自己的 这个命运的节奏 财运线也不弱啊 财运线成型啊 而且呢 一直往这个小指 水行球方向延伸 所以说财运方面 还是可以啊 并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他的主要的问题 还是出现在 格局稍小了一些 刚才讲到的 有一些 过于注重眼前的得失 在金钱方面 稍显吝啬啊 人员一般 所以需要自己 靠自己努力去啊 打拼 这个人 这个人脉和这个人员方面 稍弱一些 这是整个啊 首相的一个问题 包括他的整体 整体的一个啊 首相的格局 整体来讲呢 还是不错的首相啊 那么加上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感情方面 有一些好事多磨啊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 大拇指这个凤眼纹呢 啊 还是有形成 这个凤眼纹的趋势 只是有一些 开口啊 需要养一养 如果养成的话 在因缘当中呢 会更加的稳定幸福 这是非常 这个不错的一种 吉祥的符号 好了 整体的一个首相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空口 可以看视频 小龙子兄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